上期视频中我们讲了豆婆苍穹十大魔兽的后五名 新来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结束后点开主页观看 本期视频咱们继续讲剩下的五名 第五名 九幽地鸣蟒 九幽地鸣蟒是远古天蛇的后裔 为了追求数量进行了大量的繁衍 虽然现在种群的数量是三大群中最多的 但是血脉却越来越稀薄了 不过就算血脉稀释了 九幽地鸣蟒依然是魔兽中非常强大的一个种族 第四名 九头天蛇 九头天蛇本来是远古魔兽中非常强大的一种魔兽 可惜后来几乎灭绝了 只有在精灵身上存留了一个九头天蛇的灵魂 甚至连个身体都没有 后来在太区古龙的龙墓中被精灵炼化 从此消失于天地之间 第三名 天妖黄 天妖黄是小说中最为严格的种族 它们对血脉的看管非常严重 如果有天妖黄死在了外界 实体也必须回归族群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天妖黄的血脉一直都很纯净 族中存在着天妖三皇 分别是凤皇 昆皇和英皇 第二名 太古虚龙 太古虚龙是三大魔兽种族中实力最强的种族 当初龙皇还在的时候 甚至把天妖黄当作食物 不过后来龙皇不在了 太古虚龙也分成了四大龙岛和四大龙王 后来拥有王族血脉的子盐出现后 再重新将太古虚龙族统一起来 第一名 九彩吞天蟒 九彩吞天蟒是美渡沙女王利用青年地精火 净化而成的上古异兽 一开始只是七彩吞天蟒 后来在九幽地名蟒族的圣地中闭关了两年 之后进化成九彩吞天蟒 是小说中的血脉等级最高的魔兽 就连太古虚龙族的龙皇都比不过他 本期豆破苍穹十大魔兽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讲豆破苍穹十大阵法 小伙伴们觉得哪个阵法能入榜呢